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合葬 南无本是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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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幽婆舍皆经俊一 各位菩萨居士请放掌 那你们利用师父 等一下写白板的时间 你们把刚刚师父传到群主的不退 不退 我们上次讲到 以修三十二项业者名不退 未能修名退转 那这个定义就很大了 那在南传跟汉传 我们讲的这个小圣大圣 我们从经典上来讲 阿含经那些大圣经 他对退转不退转这个定义 你们现在群主的流言 师父整理了一小段 你们先看一下 先把它打开 进入群主的po文看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 第十四页的发菩提心品之前 要再讲一讲 上次第十二页、第十三页 这个我们略讲 这个不退 那本经书先破题 你真的要变超凡入圣的不退 就是我们上次经文讲到 以修三十二项业 那我们第二堂课会来讲 会直接跳到这个后面的卷数 就是讲义的二十四页 告诉各位 过程的因地修三十二项 它会是福德 变成转轮圣王世间的一个福像 那也可以是这个我们超凡转圣 以正的这个所谓的未来 身闻、圆觉、菩萨、成佛 所以以修三十二项 这个过程 这个以修 讲的还是我们讲的 这个 未不退以上 不会再往这个世间的福德去退了 变成福德未而已 它并没有这个果位的正量 解脱成佛的这个量 所以这过程 上次讲的这一段文 它是讲的是 究竟不退的三十二项 那这过程当中它包括八地 乃至这个所谓的 这个以断见之后 它可以四向八到八向成佛 那这当中会有菩萨四现 三十二项 转轮王相 但是它本身的内涵是发菩提心 所以是菩提心不退 整个过程有很多修行的正量 但是你这个量呢 到底世间的果位还是初世间 所以底下才讲 这个外道啊 它必须要想离苦得的 它第一个要先突破 欲见 它所修的这些 这个法门 修的善法 它不爱着这些福德 所以他们也是修这个看见苦地 去分析苦的原因 是来自于这个 我见我爱的这些烦恼 我见我爱的烦恼深深细浮在欲见 所以他们的这个离欲清静 跟我们修的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但是见地上会有很多的问题 他们开始要离欲清静也持戒 但对于戒的正确观念 像我们律学班 一开始告诉各位持戒的政见是什么 跟发心有关系 你的发心 所以 即便是这样 外道断欲所得福德 都比欲见的一切众生 我们修的离苦得乐的这些善行 都还要殊胜 虽然它是外道 但是你看 它的发心基本上 就是要离轮回这个事情 可在见地上 它没有碰到佛说是真地 破你的见识恶惑 即便你在破见识恶惑的过程 你的知见不对 你修 知见不对就你智慧有问题 那你修 只修定 修禅定 那你就像白板写的 你可能进入 脱离了欲界没有错 但是 你会往色界 无色界 可是你还是在凡位 你的见识恶惑没有破除 没有破除 所以这个还是会退 这个还是叫退转 所以我们在群主流的眼 基本上 用小圣的解释 刚刚这一大段 它基本上阿含经里面的佛说 至少你现在已经对三宝有信心 是产生五种 就是不是再是一个种子 我们现在听是不是种子 不容易发芽生根 那没有根就没有后面的力 所以他说修五根 乃至这个里面可能没有讲到五力 那段五里面五根 名为不退 那前一段阿难讲的是针对我们讲的 一位修心人问阿难怎么样才可以不退 他其实要我们多听闻多思维 以阿难的立场那时候就是多闻第一 在凡位的不退 你要先保持这种信心 对佛的教导的信心多闻熏 可是到佛这边的注解是 你已经可以在五根勤修了 五根信敬念定慧 所以你不但像外道脱离的那种对爱的染灼 身见 不是破除了这个所谓的身见 还有这个所谓的贪的烦恼 撑的烦恼 你后面修道的时候 开始有些外道醒过来 他的外道的持戒 一些无意义的戒 没有办法解脱你烦恼执着的这些戒 只是外向的一个少欲无为 降服贪嗔没有用 所以必须是戒进取也破 疑根也破 那就是入了断见思惑 所以这个位不退 基本上他还有现象 他还要在天上人间 我们的出国二国的现象 那真正不退 应该讲的还是这个 严格来讲 是破了见识二祸的阿罗汉 乃至这一生是最后一生 我是第三国 我知道这一期是 这一期在死亡之前 我正阿罗汉不再来人间 就是我这一期来人间是要正阿罗汉的 这严格的不退 那若以超凡入顺 他不会再往凡夫位去 可是他还有很多见地上理解 可是思惑的烦恼欲倦的习气还在 他天上人间还要跑七次的 那就是我们的位不退了 这个所以这个是比较松的一个解释 所以各位要知道 外套修生生的定 为什么在无色戒 因为他的怡跟戒取 这个未清净 就是我们的性 对佛法生戒的见解有问题 佛法生戒 这个性还有怡 他只是把对生的爱着 贪嗔的烦恼 用定 用这样基本的智慧降服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入圣位 会在定中 可是忽然有一天 福报美了 我说我们家的这个心中 忽耳洞心 发现 直舵色 欲界 人界 乃至直舵地狱 都有 那所以这个 菩萨的这个 我们这本大圣的 《忽婆社戒经》 他讲的不退 基本上你看这个文字上 佛陀还是要教导你 要修到三十二相 已修的这个业者 那是八抵以上 然后成佛 究竟不退 可是过程中 我们必须讲一讲 这个菩萨的接位 有这个 未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那八抵以上的菩萨 念念 不退 那这个 登地 以上的菩萨 是行不退 一地到七地当中 如果对应到这个四果身闻 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五果 六果 七果 那七果就是我们的三果 阿罗汉的结位 那最后正阿罗汉 那就是正涅槃 可是如果是小胜发心 他并没有进入到八地 他的这个正量 他没有到这个第八地 所以以菩萨为来讲这个行不退 就是你 你物后起修的菩萨行 会从一地到二地 二地到三地 那一地就专修布施 二地就成就你的慈戒精进 所以一地到六地就圆满了六波罗蜜 七地 理事圆融 那这个能所双敏 七跨到八的时候 那为不退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 南传应该没有这样子分 我现在讲是菩萨 我们当成菩萨皆 会多拉一个十 这个为不退 就是一个转传入圣的一个关键 那就是我们始祖菩萨 那在修学这些文师六度的前行的资良的时候 能入这个所谓的转传成圣 如果以净土来讲 就是这一生你转到净土的成功那一刻 就是为不退 你在净土会开始会花开见佛 那见性起修就进入到行不退 那在娑婆里面很难有为不退 那在娑婆的这个当下就是我怎么样能正出国 离神喜乐 你的定会等次 那能入圣不退 就是我们这个第十三页在讲的 你已经正虚头还 是果之初 那如果以我们不是禅 以自立法门 我们是以净土法门 就是在这一起 降伏烦恼 我可能没有能力 有把握今生正出国 那至之后有是七次的天上人间 但是我净土能念到一心不乱 最后临终不起见到 往生净土那刹那 取得这个行不退 修行 你的七次不在人天 一次就到净土 因为我没有断剑或 所以我是没有资格来人天 天上这样七次的 那所以在这个入圣不退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要知道 他的断境三种很根本的烦恼 叫生见 那如果刚刚讲的批语 净土行者要往生净土 能得到胃不退 你对生病 生无病苦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 不可以产生生见 你求生无病苦 是苦生病的苦 老病最后的那一刻的 生无病苦受 无那个苦受 你的苦受还在 还在纠结 你整个还对抗 那个不舒服 好希望 你的所缘就在 那个受的话 那产生那个异想天开 不要 特效要 我要开刀了 我要再多留一天 这个剑就是你的想运 你的受想 代表你不了业 你的身见还在 所以净土行者最后面对这个 老病的那一刹那 第一个就是 生无病苦受 我家的这个受 就是说 你平常 现在我们 六根对六成 这个生 眼耳舌 鼻舌生 就是生 对应尽 你的感受 如果可以像事物po在群主里面的 巨型法师 是不是 不是 他够不够苦 理学班有po这个影片吗 有 苦啊 可是他最后整个后面 他有没有做什么大事 开大做奖金 没有 他就 所以这些殉劳上 礼拜他是什么 你这一期的布施圆满 偶尼大师讲 真念佛者 放下身心 极大布施 所以净土行者的布施 不是修钱 财物的供养 你能舍 不爱佐 是在借着 舍财舍物的供养 你要舍是舍内心的 潜滩感受 所以放下身心这个事情 就是 以净土行者 要在这期 我未知能证出国 然后以这个预知 以相信这个佛陀讲 来人天前上七次 我后面不担心 因为来一次 就往上 就消夜一次 我没有这个把握 所以净土的一个方便 善巧说 最后一刻你要有一个 身无病苦受 你现在已经借着念佛 要身心不要贪恋 放下 那这个从平常 现在就开始练习 借着布施 度你的生死 所以布施 你这时候就知道 我想上一期 刚刚上课 诗戒人 你们都知道 布施的精神 其实真的就是让你 最爱佐的身见 你最大的福报不是财物 是你的身体 当有了你的健康 开始败坏 最后你使不动它 不由自主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财物 失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最大的福报 是这个色身 但产生 你用它 是用来修道 舍爱佐 可是你却在这个 用它的过程 纷纷的爱佐 这是我们学佛觉醒之后 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是要败坏这个身体 这个放下 不理它 不是 我们也很珍惜的这个色身 要借甲修身 借甲修真 那所以现在的一切 饮食用度 那调整 就是借着规律 正戒 持戒的这个精神 来调服身心 饮食调服你的色身 佛法调服你的烦恼 所以放下身心 放下身心 所以身无病苦 那最后 整个观照的是 内在有没有起那个想韵 爱取烦恼 受想 那受想之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爱烦恼的因缘要起来的 十二缘起来 爱的因缘起来 也就是你受 又产生种种的妄想分别的时候 你又没有去 去透过念佛指观 念佛的这个想辅 那这个妄想止息 所以从事修理观 理观你不知道这个道理 事修你又常常忘记 这句佛号的功德 那即便净土的这样子一个 要帮助你能入这个位不退 往生净土这个事情 全然不会发生 所以道理明白你用功的这个道理在这边 但是你不要小看你的习气 受想串出来的那种惯性 是你要用功的戒定二门 观照慈戒 那身心安定之后 最后念佛不起颠倒 所以这个心无贪恋 义不颠倒 义呢 我们讲义根最终是用正见来 安住在正见 这个义根具有正见的力量 那正见的力量就是这边讲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信、敬、念、定、慧 产生五根的力量出来 那慧正我们讲五根是在净土形成的五根 我刚讲过了 这个能入不退位的话 要入圣位的话五根要具足 信、敬、念、定、慧 信不再怀疑的 就我刚讲的 你不是只有身见还有戒取 就不恰当的戒的这些行词 还有不再怀疑三宝 所以这个出入圣位 前面要做的就是破除你身见、戒进取 还有义这三种 那净土法门的行者 持戒也是在持 那身见破除身见就是刚刚讲的 身无病苦受 那戒是为来防护你的心不贪恋 所以你的持戒的过程只在对之 你不贪恋 而不是说持戒执着 所以你持戒在对应到 你的念佛是用来持戒对应到 我们讲的真念佛这句佛号 放下贪嗔恶之的这个起起伏伏 那才叫持戒 而不是希望持戒的功德产生中的妄想 或者说错误的对持戒的执着 说这个持戒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爱取的戒取 例如像我们一直在讲 很多人最后你的持戒念佛就一直在纠结 吃素不吃素 到最后一刻这件事情都还没看清楚 以为持戒就是菩萨型的一切 常常就在吃饭这件事情计较 这个叫戒取啊 因为你不知道这条戒的意义 跟那个外道那个说那个看牛吃草 跟我们现在持戒 你的持戒跟那个外道看牛吃草就可以解脱一样 因为你不是借着持戒长养悲心 放下杀业 你是在认为吃素 从头到尾就可以解脱 你这样的叫取嘛 你的见取 你的戒里面错误的执着 所以戒的每一条 产生错误的知见 然后执着 那听到这边很多人心一横又往另外一边 心肝好就好不用吃菜 你看 就是戒取另外一边就比较放逸 比较放逸了 所以就是不明白你其实你心是放逸的 是借着戒来降服你的贪嗔二知 那你表现在念佛上把这个六根对六臣产生的贪嗔的这个受想二知 降服了名为大慈戒 所以从放下身心 叫他不是 所以那个影片给各位看 一个修道的人他懂了之后 他整个身心都舍出去 重点他不是服务大众的那种功德 他重点不是在服务大众产生的欢喜跟功德 是服务大众是在舍内心的种种对身心的爱作 所以相对的 这样的行者念佛的时候也是在对峙内心的起 对于贪的时候产生受想 赶快去降服 因为他不会再第二念的去贪了 感受出来就降服 那最后到看了也没有感受的时候 所以这样的念佛就心不贪恋了 然后这样子相服贪嗔名为大慈戒 所以那句佛号到最后其实都不用思维 他的佛号已经具有戒跟布施的功德 我们讲戒施就是舍 慈戒跟舍的功德 那不断的精进 精进像之前就是你要知道忍辱 在哪边修 在忍我里面 真能念佛在忍我里面放下计较 那个忍辱就在帮助你的布施持戒 布施持戒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忍我像里面 所以施戒忍 这么重要 那个忍是你认定这个法 深信这个念佛法门 法门 净土有接引之事 我有往生之分 这个法我认下了 所以现在在布施持戒的念佛观照里面 你忍再怎么样 因为我忍是因为对这个法的忍可 给予这个法的忍耐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放下忍我 就是最后放下到怎么样 万元放下 不起颠倒 那所以这个逆生死流断境三结 这个身见戒取 以念佛人也要这个 我虽然不证这个出国 但是念佛人 你要做的功课还是跟这个出国 要证出国的圣者一样 你念佛法门要有这个内涵 那就是心不贪恋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意不颠倒就是对应到不已了 那心不贪恋 就对应到戒 我持戒 但不持戒不是执着 我是在放下贪嗔二知 受想在那边缠绕 不让他起来了 那句佛号就有戒 但是而不取而不执着 所以你念佛呢 只是在观照你的坛诚的受想二知 那身见 就是当起苦老病的时候 身 没有那苦受 那应用在 在那个 顺境的时候 没有那个乐受 所以这受 就是想辅你的身见 那接着持戒 坛诚二知 没有苦受乐受 所以身 身见 然后这个 义根不执着戒取 那对三宝的信心忍入 所以身见戒取疑 我现在在讲那个 讲义第十三页的五十四 第五十四个注释 说 说 圣者出入圣位 那我们净土要入圣位 不敢留在人间 就是要求往生之事 那你修行的内涵 还是要离开身见 持戒不爱 没有错误的见解 那对三宝的信心 那如果对应到 偶一大师的 真念佛人放下身心 视为大布施 这个就对应到你破除身见 真念佛人 放下贪嗔恶志的观照 就放下贪嗔恶志的烦恼 就是我们讲观照 那就是持戒 但不要产生爱佐 这个叫真念佛的持戒 所以就不会有戒取 那这个在忍我之间 你这一期的一切的忍我的因缘 慢慢望远方向 生性佛法生戒 不起疑了 虽然我的这个信 还没有进入到五根五粒的状态 但是基本的这个信 就借着忍入在忍我之间 去加持你的这个布施慈戒的功德 那我说布施慈戒 你念佛也有具有布施慈戒 你要把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五蕴的残眠 不要认为那个是你能把持能掌控的 所以你慢慢有这样的出离心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不再创造未来的后有因缘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圣者他出入圣位 我们讲的这个乃至我们 为不退到净土 他保证的就是什么 不再剁恶去 你看这是不是很妙 净土的奢侍是不是 往生净土之后 没有善恶到因缘 那在娑婆的出果也一样 他有人天人跟天这样 他这期死亡往生到天 他不会到人 他不会立刻入胎到天 天里面都率天 或者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方的天所 但是因为修行人 他知道修行在人间 在入胎 但是来到人间 不会再修三恶道的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说已经这样子的人 他虽然还有后面的七次往返 但是他不会再往凡位去退了 所以不再剁恶去 师父把这个注解五十四 对应到我们菩萨的结位 甚至对应到净土这件事情 来跟各位说一说了 那么当然底下这个司陀喊这个恶果 就是这个七次往返 那他最后一次的时候 这个一来人间 一来人间 所以第六次 第六次 在第六次的时候 我知道后面还有第七次 就叫一来人间 那这个时候呢 三结断境 前面三结是在分断 在分分断除 那这个地方跑了六次 那我知道第七次 我这一期要往生了 那最后一次要再来的时候 那三结 他在断身见戒取 一结 这三个的时候 到这一刻起 他知道他断境了 但是他喜气还在 我们讲的那个私货 贪嗔痴 你看这时候你就知道 凡入圣之后 你看我们处在欲戒的习气 圣者他都要将七次的往返人间去 把习气相符 就见祸破了 见祸就是观念不再怀疑了 但是这个贪嗔的 这个没有关照到的这个愚痴 这个愚痴是少分 因为他习气献起 有时候就发作一下 但是他的肢见没有 我们讲的吃就少吃 薄嘛 薄吃 就他不会那么严重 还不觉 他会立刻会觉察 那也就是说 他当他最后去来到人间 他知道这一期 他不再返还欲戒 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五下分解 就是你的这个 这个很沉重的身见戒取疑 在一国二国都已经分断 然后贪嗔吃薄 可到这一期 那个只剩下贪嗔 连这样习气都降服了 所以这五个就拉进来了 所以前面一国二国呢 就是我们净土行者要破除了身无病苦 心不贪恋 义不颠倒 我们的内涵是这个 但贪嗔的烦恼 整个要降服 恐怕我们到这个真正的净土的时候 这些习气才会成大圣的定会 那种聚足为宜 聚足种种为宜 不起贪嗔 好 那这个不退 你就知道 我们现在以我们相助本位 我希望能入圣不退 是我第一个 我们讲第一个位阶 我不能在 这个说法是 我不能在人间的这个欲界 三界里面 尤其欲界里面 这个进进退退 所以 以持戒念佛是一个超简易方便的法门 超简易方便的法门 所以 我们现在听闻的这些 这些 学习 虽然还是知识 甚至你在学习佛法之前世间的一些 比较正向的知识 你学了一些我们地球基本的物理数学的这些知识 还是很重要 他这些东西 到后来现在听闻佛法还用不上转你的这个烦恼 他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知识 但是你的发心跟你对佛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意志力呢 要有一个长远心的那个状态 长远心就是说一次又一次我在努力看不到那种 这个像世间在造业得到的那个目的那么快 达到目的达到那个利益那么快 但是我因为有这份长远心 其实那菩提心就要拉长你的菩提心的正见信仰 它不是一时的 所以这当中呢 我就在防止这个一念心的退转 一念心的退转 所以世间也一样 你很多事情立了目标 当这个价值观 或这个当初的那个动力一旦退转 那件事情进行就困难 那师父也在学习这个 我从世间的训练可能那种 那种不是那么积极 但是知道有这种特质 要去完成就是要坚持要忍耐要去做 可是来到佛法 在我相较之下佛法的利益一定比世间 现在修行苦 可是这个苦可以代替世间轮回的苦 那现在佛法的乐 世间的那个乐 比喻不上 你有这样基本的这个正分别思维之后 你就回到 那我现在要进阶 我今年要做什么 那我这期生命之前 死亡来之前要完成什么 那种心 你会不断的给自己一个目标 起心动念之间你要防止退转 算了啦 那终生难度算了啦 生病 休息一下好了啦 所以就轻易的去怎么样 自我取消你的另一个 当初社的那个目标 那这个就退转了 我们之前举的那个 社利佛他的考验很大 对不对 布施耶 他还在布施耶 可是为什么退入二十小节 休休休这个自我解脱 因为众生才是太不可理喻了 你不要认为说 社利佛你那样 你只赞叹佛陀 没有喔 你去经历 你就知道 不要退心这件事情 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 你对佛法的佛法生戒 这个事不坏性 是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性位的培养 那另一个方向来讲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逢源立境的时候 这种不要立刻就退 不要立刻跟烦恼 就转向负面思考 包括现在似乎在办利益大众的活动 这中间 我自己已经要护住自己心很强了 但是这个居士这样讲 那个法师这样讲 弄到怎样 弄到你就自我怀疑 所以说佛的杰拓 见拓众生拓很可怕 但是你要自我防护 建立新心 要自我防护建立新心 那保持这样持续的努力呢 冬天你可能会失而复得 但是你不能常常用失而复得 因为不是每一次 你失去退准之后 都有三支是贵人 又把你捞出来 所以这个势而复得 是外求的 但是你要常常让他不失 才是你这一次 我们修学菩萨戒 菩萨戒就是让你保持菩提心 你要护住这个 你已得的菩提心 已发的 但他没有产生大力大作用 没关系 他在 你就要认为他在 像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这边在金色 我离开大神团自修 比如说今年已经进入到 第二十年 第十八年了 那这当中 这个我自己开始 这个跟各位共勉共修 共修就是我奖金里面庭法 这中间至少也进入到第十年了 那这十年就有一位居士很有特色 他每次上课都不会准时到 可是他都最后一个钟头到 可是他持之以恒 就说因为他说 我的业 等一下经文会讲 我们上次讲的 出家人发菩提心不难 我一旦出家了 这个形象 这些任命就锁定了 但在家人难 要让菩提心不退 政见保持难 因为多二因缘所缠绕 上个礼拜有这样讲 这个奖役第十三页 那所以这个居士为什么这样 一开始跟输入抱歉 跟班长请假 可是到后来我说 你可以不用请假 我们知道你的状况 但是你要持之以恒 所以他每一次都到 但是都叫持到 因为他不愿意放弃 所以他就是在维持不要退 他说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他会因为这次算了 迟到不来 到后面就没有了 在家的姻缘常常是这样 你们自己体会 刚刚那个班长跟我讲 我们前景哪个居士怎么样 可能或许他们都还 朝自己的方向在走 但是已经慢慢不来 依重靠重多闻熏喜 就躲在家里 那一次不来 两次不来 你是在用之前 大众的力量 目前能坚持 可是这能坚持多久 一个人能坚持多久 这个很难讲 因为佛法讲的是 不可以少善根重福的因缘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众生心 那众生心 就是众因缘所生的法 对应到你的心 要进进退退 所以你的这点心 跟着这种众因缘法 善法的因缘就很重要 众善因缘就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讲多闻 那个多就是众善因缘 众善因缘 那么 所以我们在讲 我们现在都知道 内心比外在是行为 外表的身的庄严更重要 外在你的行为 如果都做到了 但是你内心其实 没有那么如实的去观照的话 那其实你的修行就进度很慢 但你一切重新去观照 而去慢慢从外在去要求去做到 那最后内外的一辱 那你慢慢会具有信心 慢慢具有信心 所以不管这个佛法 不管远近 把远近的概念 只要 这个 你能碰到 你有因缘的 远近的因缘 三宝因缘 乃至所谓的 你内心观照粗跟细 你能做到 观照到粗的 还是你看到更细的 你能观照到了 这过程 这过程 都不应该忽略 近 去 远 算了 所以你看我们布施在讲 清静 离清静 离死种的 这个 烦恼的 这个 这个布施 其实一开始就是要破除远近 大小 重要不重要 你好 我不好 我才多才少 你看要突破这种分别妄想 因为它在形成的是过程 你内心怎么样 放下身心爱着 那忍舍贪嗔内心 最后忍我当中忍入 你看 是一个一个一个的观照修行 从粗到细 这是个过程 所以说 我们佛法 只讲重视结果 不论过程 这句话有问题 佛法的过程很重要 那最后的结果 产生信心是你每次从信愿里面 我希望结果是往这方面去的 这跟你的政见发心 利愿有关系 但在行持的时候 过程很重要 大圣心要在过程当中建立 不要在过程中生灭掉你的信心了 好 所以如何让自己念念不忘你的本愿 或坚持不退出心呢 那么下一堂课再来讲这个部分 我用白话来讲 那把这个讲义第十二页 第十三页 这个经文做一个结束 经文就说 从过程外道修福 世间都不爱走 更何况佛弟子要超越 要有外道这种精神 但是要超越它 所以这边讲的虚陀凡 司陀函 阿那函 都是不断的在超越 过程都不断的在超越 所以在家人发菩提心 从这个角度 如果你听懂了 你只要对佛法身见 在因地的时候 不断的提起你的信愿 证见的话 都胜于一切辟知佛果 这样佛都这么讲了 你们要有信心 不要光羡慕我们出家相 出家人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发心的证见 所以这段经文 下一堂课我用简单的白话 来跟各位整理一下 先休息十分钟 那当中的批语 就是在阿罕经里面 发现佛陀要批语一些修道 乃至这个例如像讲不退心 或说要形成你的坚持精进 不管讲不退 或从另一个名词讲精进 或我们讲的细念 一个是讲到你每天要去细念他 你这个心 他常常其实心绪不断 那他心绪不断 那你应该借这个心绪不断 你应该细念你的法 那所以你看阿罕经的教导 就这个 这些比丘听得懂 出家之前 我喜欢的就是世间的 才赦明十岁 所以他这边才批语说 你现在要对佛法的信心 你要去熏修 就像这边讲的 要想女人 虚不理是男奏 那甚至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男妥 这习气很重 是阿难的堂兄 很喜欢美女 那佛陀要跟他讲道理 是救他的习信 让他看到甜女 那他瞬间觉得 他皇宫的女人都像 尖嘴猴腮 都像猴子一样 所以把他的欲 从欲界提升到色解 所以把他突破欲界的 受用思维的惯性 所以这些批语 你现在来看 佛陀这样举例恰当吗 即使是佛陀 你就要回到 看到佛陀是针对 那时候这个比丘 他是男众的习信 你过去在世间 你在想的这个女人 你在想的这个财富 在想的这个什么 你现在因为碰到佛陀 你对佛 他们的信心很强 因为他们深知佛是圣者 你有信心之后 你要常常意念佛的教导 那我们现在净土群们 为什么有个三十细念 因为心念所系 才是不退转的根本的训练 那你每次一个礼拜 来听个三小时 我说你每天二十十小时 你只熏了一小时 你就知道这不成比例 对不对 但我当是说 当这样讲的是说 不是叫你吃饭 不知道吃饭 走路呢 不知道危险安全 就是说 你的心的那个决心 起来之后 看到很多事情 不要跟 第一个防护 不要对很多遇见的 很多的习性 就马上被引动 引动的过程 一旦发现有所受 开始打妄想 越早的觉察 回到你对法的思维 或者说 回到你对佛号的信念 或者说 那天有人问师父 师父 我们观相 那观相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熏的很少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打开眼睛 打开耳朵 熏的都世间的这些 一直在高速 一直在从眼根 给你输入世间的爱 我们听佛的泛音声援 看佛的向好庄严 都很少在熏 所以有机会 你们如果到金色去 或说有机会 我未来真的创造 我就是六日来 一日一夜的精进行门 就有机会带各位 如果熏修三十七年 你们现在三十七年是 就是报名表 功德金教会教 那唱个三四个总统 觉得好发喜 很好听 听今天和尚 那三十怎么唱 唱得对不对 唱得好不好听 三十七年记得 是整个天台教官 禅宗里面 除了法华禅 最后还创造这些 这些有天台教官 官行的这些修行人 他最后帮转向禅 共修的时候 双修的时候 他帮我们 依法法灿的那种官行 创造出三十里面 不断的信念 净土的因缘这个法 就是希望你最后往生的时候 因为平常寻修 是细念的因缘 所以对往生之事的信愿 不退转 所以三十日三十是上中下 是十二小时都在做这个事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一日一夜来 把三十七年那个遗鬼 如法的官行 所以师父在金色那边 已经在带领他们做一个人的官行 那有人从水灿入门 有人从良黄宝灿入门 那这是一直我想做的 但是这种要有时间空间 就是当我的时间空间挪出来的 但是各位 会不会如这边所讲的 在家种的疾病有心 但是因为多恶因缘所缠造 你没有办法执行 未来再看 我们来创造这种因缘 其实地方小小的桌子测一测 那这边我只收十个 那三十七年 那学会了之后 你以后自己在家里六日 你就选一天 三十七年 这净土行者这个东西很缺 你会不会不会 细念 你们一直在想怕退转 怕起颠倒 你都不去做点什么 你光是那边怕有什么用 所以我们基本上 就是利用这篇文章跟各位讲 细念 你我们在细念 你花多少时间 那你是平均花在每一天 还是说平常不容易 我把它集中在某一天 两个不一样 我把这个细念的十二小时功夫 花在七天 我每天两小时的滴水穿石 还是我因为平常事物家物太繁忙 所以这其他六天就算是修 就是了业 随缘了业 那其中一天我把它集中起来 把每天的两个小时集中 集中成这个十四小时 十二小时在那一天信念 都可以 因为你有心的话 就在训练不退转 在训练不退转 那后面真的就是 你愿意这么做 后面有一个 刚刚我讲的 人可 内心是经过你人生的磨难 你有一些懂了之后 你要学习佛法的时候 又回到家庭人我的这个考验 你最后决定性的一个认可 佛法就是这样 佛法没有错 我这样做 我心安了许多 这里面就是 我从文而思到修行验证 所以文思修的过程 就不断的在认可 法上的思维认可 语文加进去 就文思叫认可 思而修之后的过程 忍入叫认可 这个都跟法有关系 所以学佛之后 明白过去行为的不合法 不合理 透过佛法的实践 来达到你自护 护他 你不要讲到护他 护他是菩萨界的菩提心 但是你要先做到自护 不恼他 最后这样自立 立他的整个菩萨道的目标 是确立的 五官马上做得到的这种妄想 但是目标是确立的 那这时候才开启所谓的佛陀 就像阿难讲的 你从文思修开始多文勋洗 就开始在转凡成圣了 这个才是你 你有这样的人可之后 才是修行的动力 所以这段白话呢 就在记事本里面 你们后面再去看 因为有点长 有点长 好 那么我们结束了 第十三月之前 要知道 这个关键 不退 既然以前在感叹 佛出身 我还在睡觉 我在沉沦 我还在寒骂 我还躲在深海大海 我躲在这个山中里面 不出来见佛 那佛灭度之后我出身 那这种感慨就是 这个未遇佛死 未遇生死 未闻法死 那今天三宝同遇了 而且遇见三宝 觉者三宝 今天又来听戒 所以佛法生戒 这个事不坏性 就是你要去修习精进而不退转 所以世界忍 最后你这个精进 就是透过世界忍 世界忍 你当中已经有人可了 你才能继续 所以培养出不退转的态度 就是从精进里面下手了 所以我们进入到发菩提心 这个菩提道很长 这中间有解脱道的生文圆菌 还是生生世世的菩萨道 这个都跟你已经以佛为我的学习的榜样跟目标 学习的内涵以三藏十二部 所以这一期要庆幸有三藏十二部 所以这一期要庆幸有三藏十二部 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收起之前的感叹了 像我们这一个礼拜《玉佛节》 应该这个礼拜就开始了 那礼拜三是农历四月八号 所以跨渡的这个《玉佛节》就是在提醒我们 我错过佛了 但是为什么要成立玉佛台 因为法还在 生还在转法 还在注释 我也还在 你很重要 你是不是让这个法留步 你是不是从这个法里面得到解脱因缘 所以你在玉佛 就是再一次的提醒 再把心法起来 所以你们回到各道场 参加玉佛法会的时候 就很凝重地在玉佛的 不管他怎么引导 也就是冤断一切二 冤就一切三 在第三条 适度一切众生 其他道场有各种不同的引导 就是再把菩提信愿 再很凝重地发表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发菩提心品的第二 我们就来看善生 他的观心所问 跟我们一样 世尊众生云何发菩提心 三男子 为二世故发菩提心 这个二世 为什么二世 结果一看起来不止两件 所以他讲的不是一二三 是这个两件 他是从不同的面向 把它分成两类 把它分成两件事 第一类显然是初学佛的 佛师坚人 来预见佛 他相信修学佛法 如果我听得懂佛头的教义 从释迦牟尼佛 他出最初的对应到世间人的世界西坛 就世间人都听得懂的 基础的善法 基础善法 要我们断而修善 所以必定是为了增长寿命 增长财物 所以看理六方的时候 一开始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有没有排斥外道法 并没有 我们的基础是断而修善 索求还是有这个成分 所以先告诉你 一般人 内心都有这个 有索求的成分在此 所以他发菩提心 一开始可能就是这两件事 所以再往底下讲 他说还有另外两件事 所以显然的这个二四是怎么样 是不同面向 我们讲层次 他不断地讲下去 应该就要这样理解 应该就要这样理解 所以他再讲第二个 就是层次 层次感出来了 富有二四 一者为不断觉菩萨种性 二者为断众生罪苦烦恼 所以余智于他 余智不断觉菩萨种性 乐于修善 所以上次有一位居士问 就跟我讲 细念他现在摆在 我天天要看佛 哇 这个藏传他们的宫巧名 整个菩萨 那个杜姆竟然绣得那么细 用那么好的线色彩这么对比 我就说 你呢 如果对人家做这件事情 这些公巧的用心 你懂得欣赏他的善巧处 他的美感 所以懂得欣赏善美 世间善美的人 基本上 他的心是善美 愿意有这种菩萨的性格 对于很多善 他很容易看到这些善 内心产生的那种热受 第二个他知道这些善 如果去推广的话 可以让菩萨生 一般人造业众生 造苦众生 产生那种惭愧 乃至向往 所以断众生的罪苦烦恼 所以你要断众生的罪苦烦恼 你第一个要先从自己的善里面去发扬 以前有一个主管 他很喜欢 他的特质 就是很喜欢立这个规矩 这个不可以 这是严重的错误 所以他每次公司 或由他制定的那个戒律 公司有戒律 法条 他就以身作则 所以每次有新的一个 这个法条规律 他是第一个以身 去遵守这个善法的规则 那做到嘛 说得到 做得到 他是第一个 但是坚持到后面 对这个法不犯 不犯的坚持 他永远是最后一个 很多人都 整个学年 整个年度 总共是在发表说 他整个记录好干净 因为没有犯错 好像言回不恶过这样 所以对于善法是跳出来 第一个以身作则 可是对于那个坚守 不犯错的那个坚持 永远是做到最后一个 是他 所以你们断耳修善的 以身作则 一听到这种善法 你第一个的 那个要去支持 就是从你愿意 做这些善法 我们讲持戒好了 那这过程当中 你要愿意示范 我不放弃的 我对于这个法不放弃 那个断耳的心 你坚持到底了 这很像我们进土行者 我念佛第一时间 就欢喜心受 对不对 但是到最后那一刻 我会坚持到最后那一刻 不去对于这个生 忍我 烦恼 这个东西 我到最后一刻 都还在对峙 断耳 那个断耳 世间最大的 进土行者 内心最大的 这个断耳 就是那个爱见 烦恼 要断 要让他不起 他会起来 但是我每次 就不随顺他 这种坚持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有批语 我们好像在 在修行的路上 好像是往前跑 待业往生 对不对 最后一刻的时候 你以为 最后你整个身心清安 那也见佛了 但只要一念 烦恼起颠倒 后面一转 因为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魔就在后面 它贴着你的后脑勺 所以是坚持到最后一刻 都不颠倒 都不往回转 就是这种概念 因为我们不是 以正出国 自知不受后有 是不是 我们知道 我是待业往前 所以永远的精进 就在这个 念佛持戒的人 到后面 就是这种坚持 所以 不断绝菩萨总性 那我们念佛就是一个 要掌养我们的菩萨总性 因为我在世间 这菩萨总性会遮盖 那我若偏空 我菩萨总性 会太自立 所以念佛法门本身的 往生的因缘 就是为了要行菩萨道成就 就近不退 所以你愿意念佛 信愿往生 它就是要维护 你的菩萨总性 那 断众生 罪苦烦恼 所以你是在发心 所以你是以这种心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的 或者说你以这种心 行世间菩萨道 要修行的 那这个是不是 进阶了 所以我们在 回向文的时候 凡我所有世间 处世间的一切功德 不为自己求安乐 所以不是求增长 受命财物而已 因为那个丢给因果 因为修善得善 修布施得财力 修忍入持戒得受命力 那交给因果 因为那不是我所修所求的 我的内心是进入到 不断菩萨总性而修善 不断众生跟众生结下 罪苦烦恼而造恶 那再往下 又把这个时间再拉长一点 所以前面两段 第二段已经深化了 但是我以今世所求 可能来到来世 我刚才批语 但是第三个就是 生生世世把生命拉长 自观无量事中 受大苦恼不得利益 因为你已经看到轮回性了 因为这个还是旧的 前面人家讲不退 第三个 这个地方 你的三大阿根奇节呢 这个第一大阿根奇节呢 就是在低大阿根奇节里面 一直在进进退退 所以你已经观察到 他无量事中受大苦恼不得利益 所以 这件事情 你甚至在升官 你应该不只认识释迦牟尼佛 你今天坐在这边 可能是我们共同学起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语言 那你知道读法华经的时候 有讲到 某一尊菩萨 他在某一尊佛里面 他也讲这个法华经 可是他法华经经讲了这个几万节 那他们的法华经到底是28品还是万卷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华经就28品 另外一尊佛可以讲几万节 显然经就不是文字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呢 这一期有人相应法华经 不是第一次只听释迦牟尼佛讲 你会应该像里面描述的这些菩萨 一听到有法华台 有讲法华 你就会去听 因为你感觉很熟悉 你很相应法华的精神 但是即便无量横杀诸佛 都出事了 我竟然还不能度托我身 这时候我当警觉 我当自觉 所以我当制度的时候 你佛已经 你已经历经好几尊佛了 那在哪里 就自度自觉这件事情 你还没有决定性 所以这一期又是一个制度的因缘 如法华经讲的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发布假使的消息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那个法堂里面的瓶瓶罐罐 我们讲的三藏十二步 你从来没有自己去取来用功实践 因为你只看到佛 我躲在佛的旁边安心了 那一样我们今天听经文法 现在反正师父会讲 反正师父会讲 你安心 那这个安心是过程的方便 最终是需要你未来能读这些文字的时候 你要能怎么样 能深入他的法医 深入经葬不是你读的多 是指那个法医 你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前面你已经自归宜 你自度自觉佛性佛觉 提解大道你已经发菩提心了 大道是佛 他曾经 这些大道是大圣者 他走过的一条心路历程才叫道 所以我们用道路来讲 但这个法就是在引导我们的心路历程 生命的心路历程 提解大道是指发菩提心了吗 你发菩提心了没有 所以你们菩萨戒先引导你们发心了 那接下来深入经葬 你对于每一个文字转成你的思维 那这个思维透过你的印证 执着多了 越来越多 那你的文字变成一个 刚刚讲的戒曲 你的戒曲 就是你在持戒 在戒条产生戒的错误的认知 你听听文法产生戒曲 你也跟自己的意识我值相应了 而没有去破除 我们讲超越 不断的超越改变 那这超越改变的就是那个境界 在来模考你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无我的那个法意思维就要出来 无我就是你观察你的受想二知 事实那么强烈 而不愿意去观察 等一下反应慢一点 改变一下好了 然后最后放下 下次重新再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不断的 我刚讲的一连串 不断的去观察五蕴里面有一个 你可爱着可控制可恒常不便 唯有在五蕴里面不断的闻思 你的修定以法来观照定慧 定慧二知 不断的观照 这五蕴当中最缘起合合的过程 生灭的过程 没有一个我固定不便 那甚至你就会愿意放下 坚持己见的那个掌控 那个控制恒常的那种思维 那回到这个又往下看 你已经观察到 那么累劫里面 既然诸佛在里面曾经都在世间示范 我可能有听闻佛法 但至今还不能度脱 那我就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确定 所以再进入到第四个世卫 你对很多因果法则太散漫了 无我里面虽然生灭不已 你真的找不到哪个代表具体的我 甚至他一直不变 他反而是一直变 可是变中有不变的因果法则 那个因果法则 就会告诉你 你在三二叶里面 就是那八个字 为作为得 所作不失 所以在听经文法里面 你为什么记得不到寿命财物 每一期当生的那种好的果报 那也没有办法深化到解脱的因缘 因为你所做的部分的善业 不够不够多 如果你今天做的话 他本身他不会失去 他表现出来的也不会是 也不会是磊弱的状态 磊弱的状态 所以做诸善业 做已不失 你发菩提心你要回到 我应该要去执行了 懂道理之后 你现在去执行 做诸善业 做诸善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他其实是圆满解释了 前面增长寿命增长财物 就说这个不是用求的 这个里面是要去执行不失 产生的这个财物的果报 执行磊戒忍辱 得到好的色命受力 色命就是你的六根具足 又好看又好用 那这个忍辱 那磊戒就是不杀磁心的话 不偷盗 他也是受这个福报增长 财的福报增长 所以做诸善业 就是我们讲六度的角度 做诸善业 那既已做不求 所以增长寿命 增长财物 做诸善业 我有信心 因果如是 做以不失 所以这个因果我做以不失 我知道 所以这里面做以不失 就是从一个面向来讲 就是你内心有无所求 因为我知道做以不失 所以我就不要心心念念在那边求 那反而做诸善业是你的本分 你相信如是因如是果 那放下是因为我知道做以不失 所以这个时候才能进入到解脱道的这个度自身 度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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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解脱道的方向 做以不失 基本上 这样子 有这样子一个信念的人 他不会一直在求 他是一直在做 这就要听清楚 所以能做出善业 他就叫你愿意做了 那知道做以不失的人 他会不断的做 因为他不会一直在看 有没有得到好处 再决定我要不要做 很多人退失信心 不是这样子吗 因为你所做的还没发生好处 那没好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但是到这个就是再更坚固了 发菩提心的人 基本上也有这种特质 做诸善业 那同时做以不失 那这个是修善的角度 是为了对应到增长寿命 增长财物 那如果以断恶的角度也是一样 做诸恶业 做以不失 所以这边讲的像做诸善 那如果以慈戒角度也是一样 所以我会愿意慈戒 因为做恶也一样 你不会用能做善来代替你已造的恶业 所以做善隐身的不失 持戒要端正你的恶的一个惯性 在因地就要下手了 那么底下再看 富有恶事 这个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 这个舍的部分了 我不能跟前面讲的 我是外道断欲所得福德 我应该要像外道这样断欲没有错 但断欲呢 我也不是要生人天果报 修人天的定慧而已 所以要生一切人天果报 因为这个也是来自于刚刚讲的 我不能在无量世中 还在这个人天果报里面 因为在人天果报 我刚刚讲的 你如果有所求 就必定会是苦 所以你那个求 就是不是要受乐于人天的果报 二者 一样 所以你们看一 就知道二要讲什么 这样做善不失 因为我知道因果如是 我产生 不是我执我求 做诸善业 我的做诸善业 是因为我知道他如是 因果不失 那一样 未胜一切人天果报 那其实后面的隐藏 就是要引发出来 未胜一切二生果报 所以我要别于外道 生于人天 所以我修身闻解脱 无我 观察无我的智慧 观察无我的智慧 那么在修习到 第二大二生奇节的这个过程 会再次把菩提心发起来 我不是要求自正涅槃的 安乐自我而解脱矣 我正这个是因为我要表达 证明我有能力 不随外境 这个随转 有能力出入三界自在 所以第二个层次就是 未胜一切二生果报 所以不求人天果报 也不自求人天果报 也不畏身闻圆绝 这过程会经历 人天的这个增长寿命 增长财物的果报 因为所作不失 也会因为修无我的这个智慧 而得二胜果报 但是我也是要 这个行菩萨道的一个发行 所以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停顿 到这边为止 应该我们都是有这样层次的发行 那底下再往下讲 佛陀在讲这部分的时候 通常很多人就在这边 发起为难的心了 有关菩萨的流祸论身 各位有没有流祸论身 你会用 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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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在玉界 色界 五色界有起种种禍 尤其玉界里面 你的见或 身见很强 对不对 烦恼很强 这个不用流 因为你反而是被绑住的 你不得自在 你不能自已 不能自已控制 但菩萨的流祸论身是 他是可以突破 但是他必须留待某一类的烦恼习气 小小的霍业 这个我们刚讲的 大概十柱菩萨的人 他的断烦恼不是要急于在修这个过程 第二大断 这里面的 这个见之恶获的习气烦恼工作 但是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方能进入八地 因为他有流祸论身的思维 他能证涅槃而不取 不取涅槃 能证 但是他能立刻自在出入 这个涅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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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位的取证 所以他会转成三昧 你看他在生死跟涅槃 烦恼菩提 众生与佛 这二端呢 他没有产生这个烦恼 他的空跟有 自在 空的正见 就是他能正涅槃的能力是有 所以他的空正见 所以他在度众生的时候 所以他在度众生的时候 不会再诸缘其有 那个有的爱作 不注诸有 空不注再诸有 那他的这个 不注诸有里面他也不会偏空 最后取证空涅槃性 他会起悲不注涅槃 空不注诸有 悲不注涅槃 那所以这时候他才有能力讲 留后论神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 现在是留后论神 你是很不得已的 在这世间 停留在世间 你是被停留 被业力束缚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求菩提到受大苦恼 然后这当中 为了得无量大利益事 就是我们讲度众的菩提之良 所以到这个地方 通常这个菩萨他知道苦 安住在这个苦地里面 然后去转成这个 这个劳益友情 这个度众因缘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底下有更升官的法 所以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是这个菩萨他愿意在 安住在烦恼上 去转菩提 去成就菩提之良 所以这个无量大利益事 就是你从众生的苦 第一个 转成第二个 就是菩提之良 所以你的资良在于众生边 所以你的受大苦恼 所以那个他的受 跟我们现在凡复的受不一样 就是他的受 就是我们讲普遣行愿品里面 代受众生苦那个受 可他内心不是真的取着的受 就是他的很多因果 过去所造的因果 会在这时候会展现 会不会显现 会 可他不回避 因为他心无受 心无受 这个通常就是我们现在 在净土之前 我们很坚定的说 生无病苦受 在练习而已 可是当我们反入说婆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跟众生的因果关心 产生果报现象的时候 你这时候才真正的心无所受 这时候有力量了 而说受大苦恼 所以这时候的受的层次 不是我们现在凡复的状态 所以也有发菩提心 也有这一类的人 已经到这个层次了 可以为求菩提受大苦恼 这句话不是说他不寻求解脱轮回 没有 因为在这个前面 都是我们这些菩萨 他都已经是经历过人天的善法的广学 就修行二生果报 他的发菩提心的过程到这边 稳定之后 他为什么不取证 因为为求菩提受大苦恼 在当中能得无量大利益 菩提质量 成佛的质量 最后就是因为身观诸佛功德 所以你看八地一菩萨以上 为什么都在净土里面做事 因为就像普贤菩萨一样 藏随佛学 那藏随佛学呢 就藏到诸佛的这个领土去参学 去供养 过去未来横杀诸佛皆如我身 身观菩提是可得法事故发心 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就能体验 法杖比丘身观过限位 身观诸佛国土 因为他相信这件事可成就 那成就是为什么 为了要庄严国土 要成熟众生 要成熟众生 所以从这一刻观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诸佛 过去未来横杀诸佛皆如我身 这个我身就指现在 你现在起觉 过去佛陀的一些教法 已成之佛 现在在你的身 你提解大道发菩萨心 现在佛就是你这念觉 那你还未成佛 那我相信有佛可成 因为你这一念 你未来 你看当来下身明乐尊佛 释迦牟尼佛受寂 那你看法华经里面 受寂这些僧文人 当来成佛 国土名为什么 几大劫度众多少 佛所说 亲口所说 有佛可成 所以这当中 菩提是可得法 事故法性 再往下讲 还有五段 前面讲的七大段 一者观六柱 六柱 将那个修道人 虽有转心 由盛一切生文圆解 好 那么六柱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讲要入身的话 一定要到达十柱 那醒来六柱 这当中可能会有 就是我们讲的 应该是说内闲 我们有内凡 我们现在凡夫是有外跟内 那凡呢 就是说我现在跟一样各位吃饭睡觉会起烦恼 但是内凡位跟外凡位 已经层次不一样了 那我们用这样来理解 这个十柱里面 你在六柱的时候 就叫正心柱 那到第七 有一个不退 那 这个七柱之前 都还会进进退退 但六柱 他就有能力要推向不退的地方 第七那个不退 就是我们讲进入到内凡了 他不会推到外凡 他不会推到外凡 就是这类的习气已经开始在转 支箭也稳度了 可是到第七位以上到第十位 七八九的过程都在开始一步步往前 所以他这个不退呢 基本上还不是真正的位不退 但是就是在不退之前 他已经 我这样形容 进三步 退两步 他才进一步 大概这种现象 那么这个六柱正心柱的时候 你可能进三步退三步 他维持不动 那所以在这个六柱之前 你很容易 又会推到这个后面去 这个 起颠倒迷惑 那所以这边讲到说 这个虽有转心 就是说造作业的时候 引发的这个所谓的表叶无表 表叶就是身口 你还会骂人 你还会起撑的现象 内心可能 那个心所 还是会出来 受想二知的心所 会出来 无表 那这个就能转 所以能转 就是说你 我们那个于且菩萨间讲 他胜处 你又被烦恼转了 烦恼又胜了 又胜了 一回 所以能转 所以 还没有办法到正心 还没有到这个正心 倒不退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讲的这个六柱人 包括六柱以下 那如果真正到了六柱人 你的这个转心 因为你发菩提心的这个心出来了 你由胜一切身为圆绝 所以发菩提心在这一点上告诉你 我现在起烦恼 我现在是凡夫 但如果你相信你的凡夫 你开始慢慢往内 常常在互念你的菩提心 常常在练习你的菩提心 这种发心的练习 或行为上的去突破的练习 这两种的解形病重 我们讲的解形病重 就是你的不断的练习 那虽然我还卫证 身闻圆绝的这个 这个行不退 这个行不退 还卫证 我知道我不能取果证 这个可以对应到我们净土行者 你可以把自己当作 我能正心住 就是我们的一心不乱 对佛的心愿 你就把自己当作 有的时候起点狂妄 打一点这样的小妄想 就是说 这句我相应 观六柱人虽有转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念佛文法的状态 但是因为我常常发 他为度众生得离苦 我心愿往生 愿意回路说婆 你唱的这些文句在里面 提起来 然后在烦恼中又被消灭 但是你又提起来 这样子的人都由慎 能正行不退的这些声闻圆绝 所以我们现在大圣净土行者 重点在这个发心 发普利心 所以有烦恼 起起伏伏的 但是你的心愿在这时候 发普利心 第二个你要再加注 你后面的 所以第一个若是你的表象 我们讲富有二事 第二个就是你的增伤力 就像我们刚讲 从第一个发普利心 因为你发普利心 你其实增长寿命 其实你后面 你的很多的修缮的财力 很多人寿命很长 可是他后面很苦 因为他的生活都活不下去了 所以财力是增长你的寿命力 对不对 那你断众生的苦恼 那就会增长你菩萨的烦恼性 那我在讲前面 那我知道以作不失 这种无我的那种 对因果承然的相信 所以你愿意做出善业 所以从前面的那几段看到这边 我虽然是有烦恼出来 那又会进进退退 但我发普利心常在练习 所以我后面的力道支撑这件事 是因为我勤心求取 求所无上果 所以这个观念 现在退到我们现在 不是真正的 这个不退菩萨 但是因为 你往前去看 你的发心的过程里面有学习到 佛告诉你 你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升官菩提法可得 事故发心 所以来到这边 所以你就这个角度 你愿意勤劳动心起义呢 都去回到修学无上佛果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跟你讲 无佛可成 无众生可渡 那你就不知道你的立基点在哪里 富有二世 欲令一切众生 所以后面这五世是佛所说 即便你现在在这个 不是真正的不退位的过程 请你后面的这五个 你学着这样子讲 所以欲令一切众生 惜得解脱 欲令众生解脱 胜于外道等所得果报 再往下 不舍一切众生 不舍一切众生 舍离一切烦恼 所以你每一次 碰到众因缘 这个众生不可度的时候 恼怒的时候 你不是生起舍弃他 你就算眼前帮不住不了他 你的离开 不是舍掉他的概念 是你离开你内心的烦恼 因为你已经看到你起烦恼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可以配合前面做住三页 我当然利益众生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恶心起来的时候 你要舍离你的烦恼 但是不能舍一切众生 利益众生的心 所以不舍一切众生 对应到前面的做諸善业 但当心起烦恼的时候 那个恶念起来的时候 就舍离一切烦恼 所以你看你是在互动当中 这个众生 你并没有放弃他 所以你在修善 于他身上修善 但于你的内心断恶 那于众生编 不截这个所谓的恶缘 所以这里面的所造的恶业 遮止了 所以他不会出现 所修的善业他也不会失去 所以不舍一切众生 舍离一切烦恼 所以舍跟不舍 舍跟不舍 原来也是一个中道的一个 一个观形 观照跟你的行持 所以在众生边 不着有 而且这个有还是恶的造作 所以这个舍 但于众生边 你没有放弃 每一个众生缘起出现的时候 你不会 因为前面那个经验 你又舍掉 要利益众生的心 所以你也不偏空 所以不偏有 是不取那个烦恼的有 所以舍离烦恼 那不着空 是因为大悲兴起 不舍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道观察 所以底下两个我们做结语了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由发菩提心 起来的一个 我们最后整个要收了 就是为断众生 现在苦恼 那为这众生 未来苦恼 那这两个可以摆在一起 那为断智慧障碍 为断众生 身障 所以注释 64跟65 你们看一下 那他在讲义第十六页的底下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自卑或过度的打压自己 讲到不好的 你们可以 都可以反省自己 没有错 可是讲到好的 刚刚讲的这个六柱 刚刚讲的似乎进进退退 对不对 刚刚是不是讲说 佛陀在讲 我只要信进念定会 产生了这个 这个信进念定会 在我们现在修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意 就应该要形成信进念定会 因为都可以 有请去看四如意 对不对 我们现在凡夫会 就修三十七道品 前面十二个 四念处就是会 那会不成就 我们现在闻所成会 对不对 一直在观察四念处嘛 所以四念处你要常提着 现在凡夫会 这个会很重要 因为你是听闻来的 那借着去观察现象 五蕴身心的现象 去观察自他 是不是都跟四念处 就回到一直在观察心的身面 那最后你能正无我 现在不能正 那现在是文师的无我观念 对不对 那刚刚讲的 这里面的这些发菩提心 是不是有四正秦的影子 愿意修缮断二 富有二世 富有二世 里面就讲到 自己跟众生的 这个断二修缮的关系 是不是四正秦 就戒 那会 理解的 你持戒 才会向下一直深入 那产生内心不随你的感受想的时候 你的受想 尤其受意起来不随他转 你是有四念处观 有四正秦的行 有会跟戒 产生的那个定 那四如意就是定 已经有性经念的那个影子了 可是他不安定 他还没有变成五根性经念定会的状况 四如意里面讲到的定啊 会啊那些冥想 或是里面形容四如意的内涵 就是未来转繁成圣的五根 所以你从四念处四正秦 修成四如意的定的状态 这个状态再回去加醒你的四念处 再持戒四正秦 将不断的熏修 就是你第一大二生七节 一直在进进退退的事情 那我们往生希望到 进主修五根五粒 就希望 刚刚师傅已经描述了不再赘述了 就像你已经能修五根了 就是出国入圣位 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全是不退 修五根的人就是能进入虚头还位的 所以跟我们到净土 马上舍掉累劫轮回的第一大圣七节 到净土花开见佛的行不退念不退 就是在修五根五粒七觉之 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都在 阿弥陀经是不是都在描述这个 你这样才会快 他快是快在这里 不要在这个地方轻轻退退 好那反过来讲 在那个大圣经典里面 在描述释迦牟尼佛 他讲 有关这种 我可能没有定会 没有正出国 可是我在凡位 有这种 开始转到内反位的时候 我虽然反复一个 但是我有六 第六柱心正心 这个正心还是会晃动 就是我刚描述的 你现在修事念处事正寝是如意 还是会晃动 我念佛还是会起烦恼 但是我对念佛的心愿很坚强 但是烦恼会干扰 但是碰到佛的因缘 当下有佛的因缘 我是连考虑都不考虑 就是扑过去 例如 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碰到 燃灯佛的那个时期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听清文法 可是他过程看到佛 看到地上攀水 他怎么样 铺上去 那一个无分别住 连想都不要想 那个就是 所以释迦牟尼佛他在大圣经 他的描述的不退是这样 在凡物复物的不退 你不要把不退 都好像是圣者的事情 那这样子 就是连我都没有信心 是吗 那所以 这边讲 六位正心柱 到七柱不退 你要想像 有时候我们不要妄想 但是有关法的想像 你要勇敢地去想 我可能是这个状态 给自己一点信心 我们佛法 我现在很不满意了一点 就是现在的 听清文法人 就是说你要固定 就像建议法师以前 我请他来上课之前 他说 你们律学班连续听了十二年 从来没有去听清教 铁粉 只听戒律 或是只听净土 你都不知道整个核心在大圣波瑞 那整个这个为世境界 天台教官 我不要大家听杂 但是你不要那么铁 所以看到文字的时候 我刚刚书在群主PO的时候 你不要形成所知障 就是说这些文字是帮助你观察 跟你的实际在生活上的观修 所以应该是一个很丰富跟活用的 一个佛法才对 所以我刚刚讲想像 或许因为我没有清正 但是文字里面提供了我一个想像空间 对不对 但是想像空间 我也不会又产生那种狂妄的 我就是 我就是留正心柱 没有 我刚刚都是在辟育 对不对 就是辟育 刚刚讲的 云童那个动作 在燃灯佛那时代 种下了他未来 为什么燃灯佛要给他授祭 是因为不分别柱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透出 你的分别 你的烦恼 你过去的业细分别心好强 你过去的业细分别心好强 你种分别心 只可以自然到 我每次办法会 我讲铁粉那个概念 这个道场 马上 你们就自动分别了 所以分别 它就是很自然你的习性 大道场小道场 这个法师 那个法师 只要同时出现的时候 你的分别是不是出来了 没有 不承认 但是那种分别 你现在想我的分别是 你现在不管是参加神 你每一次没有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但是我参加的 我知道这一切是从分别起的 但是分别完之后 你去把每一次你分别的做完 做好之后就放下 很多人不是 他这个分别就自然起 你去参加这个道场 你二选一 选不了 选这个 那时候还跑来跟 跟那个当初没被你选上 你跑去跟他忏悔 这个都是多余的 不用啊 因为我知道欲界的分别想就是这样 因为那是关乎你的习气 还有第二个缘起嘛 那就你是每一次都在分别 但分别里面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不要那么自以为是 你不分别 你每次都在那边犹豫不决 那怎么做事情呢 光是你看我们在这个同一个时空里面 是不是开出十钟 不止十个教室 要不要分别 就会分别啊 就会分别啊 但是这个分别里面你看 当碰到这个所谓的生死之事的时候 一切的分别停了 我只有念佛 碰到佛来的时候 地上那件事情 我要供养佛 我以身供养 毫不分别 你要把那个不分别 用在这个地方了啦 那平常的那些小分别的这些烦恼习气 只要不违反你的这个正见 就是形成你对生的爱着 你对烦恼的一个不断的一个造作 如果你分别是刚好是断烦恼 你的这分别刚好是正见的一个 正见的跟斜见的分别 这些正分别要不要啊 要的 所以我们这文字的力量 也要透过思维观照 那最后你常常在每一次的分别里面 慢慢的把那种跟贪跟愚痴 跟称恨相应的 慢慢的去对峙 去对峙 因为一次分别 就一次的贪嗔的烦恼习气现前 那起正见对峙愚痴之后 下一次的贪嗔的烦恼 力量就会减损 所以事物百般的意思说 我们是趁着过去的这个 这个无明性 那种不觉性 那现在 那个不觉透过这个业力的形成一个身心的时候 当然 那个那份造作而来的身心 就代表有无明性这二知的一个惯性 那所以 你现在的一个意识形态出来 带着这个身 行程的身 带着它造作的时候 有后面的受想爱曲 那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烦恼 因为是顺着过去而来的 那现在的 现在的无明性 现在 碰到佛法 听闻 政见的时候 无明性要变成明性 我是不是在强调 十二元起的重要 就是你的无明性 现在变成 绝明 当下 看你的造作 因为你从无明性而入胎 那现在身心的变化 明色六路 瘦小的爱曲 明色六路 瘦小的爱曲 就是你的行运变化 那一切从你的瘦引发 是因为这个瘦 沉接于 入胎之前 过去的无明造作 就叫明色六路 促寿 那那个就是 你过去造业 新生 现在的 生的暴障 我现在在解释注释了 那这个生的暴障 你不要一直去很用力处理它 它是浮沉幻影的生障 对不对 那要不要障碍住你 行 明觉 明觉 而造作 所以受想行 这个时候的行 就是你可以 用你的文思 政见 去遮止它 去遮止它 那你慢慢的 这个前段的这个现行 不去加注后面的 爱曲的力量的时候 是你这一期可以做的 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要再重新讲十二元起 所以你的生 虽然是结业而来 形成这个暴障的现象 既然是现象 你就要知道你的三法 一定要出来 诸行无常 这现象你不要认真 那这现象能不能改 明觉之道 你这时候生起欢喜喜 庆幸心 闻佛的意乐心 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要改变了 明觉之道 那这时候的这个 就是从知见开始 所以 当你的这个无明行 形成一种 一种知见生病 我已经已知这个事 所以现在觉而行的 这些生口的造作 生的造作 心的观照 就少愚痴了 因为我知见已经在 知见生病 在我未出生之前 那个整个业力叫无明行 那现在表现在我身心 叫做愚痴嘛 所以你现在身心 你不要讲我的无明 不是 应该讲我的愚痴 你现在学佛怎么还会是无明 你在讲什么 结果我现在醒觉 我是一个发普利心 但是我现在愚不愚痴 我知道我生病 所以愚痴跟无明 那个定义上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我知道之间生病 那我在吃药啦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少愚痴 你对贪痴的造作 持戒 你才会有慢慢说 我在改变 那愚痴要对应的就是你的见惑 就是你知见上 用佛法的正见去熏悉 无我 大生空观 这是从根本的下药 但补充营养品 那些 那些很多建议 就是对质贪痴的那些 要扫啦 老皮脂啦 对不对 那些小问题 要不要调整 要啊 那你的病根 我现在用这个批语来讲 病根就是你的知见出问题 那习气那些表象 你看有些好的中医师 你在跟他讲你的病症 然后被他睡了 他都没在给他听 不是 你想太多 你想肝膀不开 所以 他虽然会给你这个指寿 要睡觉 对不对 可是他后面还是帮助 你就是活得不开心 想太多 这个问题 所以 在这个知道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 第十六页 还没有 我们那个 这个什么 发菩提心 这个 这个 这个讲到 你要发菩提心 这一刻 就不能再讲这些无明行了 我现在是明行 虽然为具足 佛叫具足 叫明行足 这叫佛功德 观佛功德 与我己身也有 因为我是未成之佛 我具有这个菩提的一个决性 所以 我在这个当中 发起菩提心 就是明觉之心的时候 那 才能产生断智慧的障碍 就是所谓所知障 因为要从根本下手 但是 有没有这个烦恼来干扰 有 因为我的身是从过去 烦恼不断串息 那 而来的 所以 这个身障 我们讲的这个 身障 我们怨消三障 第一个障就是身障 那身障引出来的 就是我们讲的烦恼障 那 这个身障 当然这个烦恼整个 后来我们要归纳 成这个私货 但是私货整个造作就是那个见惑 所以叫做智慧的障碍 所以怨消三障 业障 无名 无名 的造作 就是我们讲 业的现象 业的现象 无名 的造作 所以 带着这个智慧的造作 不断的在累结里面 在一起一起身边 身心二知 那身心二知里面 因为 你的不觉 就顺着 谈成痴 这样子 在 在夜里面 巡回 但是你 这个夜如今 我知道夜 但不能再障碍你了 因为你要把那个障碍发现 你要突破这个夜的障碍 你就必须要回到这两支 烦恼障 跟所知障 那烦恼障 跟所知障 就是从这个 这个暴障 你的夜暴身 引发出来的二知 夜障 暴障 这一期的暴障 在这个之前 十二元起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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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入处之前 那个瘦之前 都是暴障的现象 那暴障的现象 那暴障的现象是借这个暴障 现在要逆转 所以 现在用佛法来对峙你的愚痴的时候 你瘦想二知 产生的贪嗔爱的烦恼现象 不要在这个地方造作 所以这个 取 前面叫行 造作 很自然的 夜历 那这个 色受想行 整个在这边 色受想行的烦恼的造作 也是行 因为一路从无名行 那今天把行讲得更细一点 受想 烦恼二知 受想 其实就是爱的烦恼现象 你要不要取 这个取又是进入下一个行 所以你要知道 你不要只是处理烦恼 烦恼是一些很小的问题 你现在处理烦恼的同时 就在慈戒修定 但是你现在必须从慧所知里面 不断的去从根里面 让枝叶里面慢慢枯萎 你不要不处理根 当它形成叶的营养 它一直长叶子掉 你就一天好在扫地而已 那好 师父你这样我懂了 我把根砍掉 根砍掉 能不能修行 不行 所以 那个根 不是用这样子砍掉了 就是说 你慢慢的 让这个根 不要长出这个烦恼的树叶 你这个根 反正要把它栽培成什么 法生 你把它转向成法生 慧命的这个根 我们讲心境念定慧 所以它未来 这个烦恼一出来 它掉的时候 你虽然一开始在扫叶子 到后来叶子不用扫 你这个叶子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枝粮 所以扫地一开始 好像在处理烦恼 对不对 可到后来烦恼掉的时候 你要不要理会它 不用理会它 不用理会它 所以这时候 第一开始讲树 是指你的这个根 你这棵树是烦恼的树 所以 生如菩提树 所以你要常常去扫那个落叶 可到后来 我们这个树 变成另一种善 善法的树 这个善长出来的树 它不是烦恼 它是能利益众生的树的时候 所以这个树 有没有过失 一开始的树有过失 是因为 你是无名性 长出来的树 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所以这是一个批语 可是像现在的这个树 你不要去处理它 因为到后来的无我的空观是 你的生 生非菩提树 心非明镜 意非明镜台 生 这个树 你不要再把它想成它是烦恼的 这个生本来就是所谓缘起合合 所以树本身 它不知道是树 所以树在花开的时候 叶子在繁盛的时候 融是不是很兴盛 遇到这个逆境冬天的时候 树月掉关枯 融枯的时候 树有没有起分别妄想 没有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都希望把树维持好 就是我希望这个树都可以利益众生 所以是从修缮的角度 有生有树的角度 到有一天树它只是树 长叶子的时候 这个白鸟来急 这个花开结果利益众生 那冬天的时候没有的时候 它会不会挂歪众生 没有地方躲 众生没有果子吃 没有 这时候它的一切就随顺 这些法的自然 所以有时候我在批育树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现在是在救各位起烦恼的时候 这个树就是我们讲的烦恼树 所以生如菩提树 菩提树就是你本身具有善跟恶 所以我现在这棵树里面 我这个无名根要破除 那要把这个转成什么 菩提根 所以这棵树里面 它就是具有善恶的因缘 所以让它长成叶子的时候 那个绿色的叶子 让它留着希望把根长养 这个定会种种三法 让它长好的叶子 那身边的叶子掉下来 赶快扫一扫 所以是不是还有分别 一开始还是 所以一开始你生如菩提树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树 我们讲直树 直重得本 为什么用树来描述我们修缮的身心 就是说你还得依靠你这个身心 那在照顾这棵树里面 这个树的生病啊 树的掉落叶 它只是过程 它只是过程 那所以基本上 那个树叶每个长养出来的那个现象 你能把它撑 这种 这种枝枝叶叶的这种 这个心念 这个树呢 就是你种种心念 把它转成利益众生的心 转成利益众生的心 底下就在讲我们发普利心里面 原来就要从这个根本里面 我们无名根里面 开始要转成绝名的根 那本来这无名根长出来这个罪恶之树 那其实它非罪 原来是在我的根出问题 所以我这棵树要长好 那就变成菩提根 长养这个树生 这个生呢 就代表你的整个持戒之生 戒定之生 那长出来的叶子花果 本来你是自私受用的 这个贪嗔的爱曲的现象 那现在变成利益大宗的 这个饶益友情的现象 所以都在形容树 但是状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菩提 菩提的这个根 去转你的善恶的现象 转成你善恶 把善恶 把断恶修善 那最后这个善 结果树它不执着 它本身在利益大宗 所以树只是树 树不知道自己是树 无我 所以这个批语呢 讲到你发福利心知道 原来我的这个根本 是知见的问题 所以我要不断 以佛之知见来培养我的智慧 要断这个智慧的障碍 那过程当中很多烦恼 就我这一期觉得这个身心的障碍 叫众因缘所生的障碍 叫众生生 那众生生 这个众生就指你的很多贪嗔之烦恼 那一切善恶的因缘 然后这个善恶的因缘 在众因缘的变化 生命变化 所以你这个生是不安稳 叫生的障碍 那这个生的障碍 我们在《十善夜道经》 那个龙王他启问的时候就讲到 他不只是众生生障 而且他的这个障碍很强 因为他得到的就是龙王身 那这一期不是龙王启问 这一期是善生菩萨人生启问 一样有生的障碍 因为这善恶的你的善修恶的过程 就是与一个执着没有智慧的愚痴在造作 那这个时候要翻转了 所以龙生他能翻转 那人生更不应该蹉跎 所以发了菩提心之后 开始要勇猛去增上你的菩提心 所以发菩提心你怎么发 而且发了一次的增上 不断的增上 所以也要靠五种因缘 这个是你可以解释成因缘 那五种条件五种因缘 那第一个就是你们今天坐在这边的现象 清淨善友 清淨善友 那后面的二三四五 就是你自己把今天清淨善知识 这个有当然同参道友 包括你的这个文法的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 那后面就回到你 你要自己要观察 你有没有在断你的这个烦恼 那这边为什么只指他这个称惠呢 因为从前面来讲 都是从利他的角度 在断除自己的烦恼 那从利他的角度 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截恶 我们自己不要 我们自己造恶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跟众生截恶 因为你自己造恶 就是站在自己的利己的思想 而去亏损别人 去排挤别人 去伤害别人 去伤害别人 不自私利他的角度 你至少在利他之前 你要先学习 不承恨 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利他之前 但是别人跟你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不要承恨 说别人家人亲友对你产生触恼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不要跟他截恶眼 因为菩提心他的本质是跟悲心相应的 那悲心就是拔苦 自己不要起恶心的苦恼 也不要令众生起恶念的苦恼 所以那种彼此都是先要有这个拔苦的现象 所以那种悲心要远离苦 远离苦 不要结这个苦的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慈悲 慈敏心 然后悲心的一个本质 所以菩提心你第一个 不应该用称恨的心去伤害你的悲心 所以要先所众菩提心 第一个你的贪其 你的菩萨来到人间受用学习 贪一定是不是 因为贪的层次非常之广泛 那称你不是二六十字中都是称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也很危险 你一切的人事物都是不满意的 那你这期来人世间只有称恨吗 所以通常贪的境界瞬境满你的意 这个状况是比较广泛 可是称都是一时间的 这些特殊因缘 所以当不如你意的那种称起来的时候 你要第一个先要防护自己 不要起称恨心 不要起称恨心 所以断称慧心 他主要是要守护菩提心 先不要去动摇他的根本 那菩提心是跟悲相应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要听懂 先收起你称恨的习性 那断称慧心基本上你可以从那个 从那个跟第四个生灵敏心 两个一起运作了 一个是止恶 一个是修善 所以终止伤害菩提的一个因缘 而去掌养生菩提心的因缘 所以二跟四 断称慧心生灵敏心 这两个可以同时来做 他的面相不一样 所以你断称慧心的时候 当有恼怒你的过程 你要知道这个 我是不舍众生 要舍离恼怒众生的一切烦恼 我是修学这个善业的 那这个已发心的菩提 所以这个称慧是断我善业的 所以你在断称慧心的时候 你要有上面的那些思维量要出来 那我是要预令一切众生解脱 所以我今天走路到修行 那怎么在修行这段路 我忽然要去中断这个因缘了 所以当众生恼怒你的时候 你就是我不能度你 但是我至少终止我的这个承恨心 所以以利益众生的你作为不作为的前提 就是你不要起心动念起承心 所以在有这个恼怒逆的因缘的时候 你要常修行慈心观的 我与你无敌意 所以你在那边修慈戒 口就不动了 你修忍辱就是把内心的那个 那个称慧降伏住了 那才有办法转到慈心的不失 所以看起来说 要给予慈心很容易吗 我觉得还是要从悲心 持戒口跟戒心的忍辱 持戒那个口的恶语开始 先降伏这个 那再升起 你是未来成佛的众生 那我有没有方法来饶意友情 所以我是要给你布施 我要给你什么法 我是要跟你同行还是要利他 所以升灵敏心 那甚至你这些东西做不出来之前 你也回到刚刚讲的业果观 所以我讲 升灵敏心是 你在这样子的状况 你这样的烦恼在恼怒我 那我现在降伏我的恼怒的时候 但是我现在看到你升一个 持戒心说 你的业果若继续这样子 对你是不好的 所以借他的劲 这个不是诅咒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分别业果 你知道基本的善恶 你知道照这种业 你愿意不要起真心 止住你的口 甚至起灵敏心 是因为你看到业果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看到对方有佛性 是可度众生 所以你后面升起的利他行 是从这个角度 那现在你这个佛性 远远看不到 那利他的方便出不来 那你至少第二个层次 是要看到业果 因为你是要看到众生 你都看到业果了 你都灵敏他都来不及了 你怎么会跟他计较呢 所以这个业果不是说你在诅咒他 因为我以前举个例子 是不是开车的时候 我常看到有人从我左边 就跟我超车 有人就直接在这边 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内心虽然要让他 但是我也想说我会悲悯他 我不扒他 不称恨 尤其像看到违法的会称恨 你就升起灵敏心 因为他这样子躲过一次 不一定躲过第二次 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业果的可怕了 因为形成惯性会有业果 那今天很多人让他是因为 我们的菩萨行 可是他就碰到跟他相同业的人 谁都不让谁的时候 因果会不会出现 会 所以你的灵敏心是看到因果 而不是在诅咒他 当然你不用假慈悲 就想说希望他下次没事 因为文殊菩萨就不是这样想 文殊菩萨说 这个未来自己碰到夜满的时候 因果之父 至少文殊菩萨的思考量是这样 那你如果要修慈敏心 柔软心 当然你在调服嗔恨心 你就说希望他赶快改变习心 要不然以后会很麻烦 你至少这样转 慈敏心 转念 那降伏悲心 因为我们那个嗔恨心 常常都是我对你错的时候 会有嗔心 那这时候就是 为什么要连结说 生理敏心二跟四要一组 因为你要同时去观修 我想同时说 你总是有一个在前 有一个在后 那最后这些东西可以同时并齐 运用自如 那这个时候你有在做的时候 你的清净善友 听经文法 你有在做二跟四的 这个儒法的修行法随法行的时候 就是第三 相应随时教诲 所以这里面 菩提心的增长在发愈之后 你要不要让它增长 一定是有第一个清净善友 第二个 有如法随行 如 你听文的 就去做去观修 就二跟四 断成恨神明明 那第三个 你就去观察 我是不是因为 你就去观察 是不是随我教师的这个教会 所以 清净是第二步 那第二个 就是你去观察 你有没有随时教会 就是从断成恨神明明的日常里面去观察 你有没有随时教会 所以 清净善友低音 随时教友 是产生 你的一种善根叫做 你是个好学生 你是一个尊师重道 或者说我们在描述 大圣的佛子是孝顺之子 随顺真辱 随顺佛陀教法 孝顺 随顺 随顺 那观修第三个 你有没有在如实的断成恨神明明 那这个都有的时候 你要不止做一次 你这一起生命就扣住这件事情 断成恨神明明 常尽善友 随时教会 这个整个合合起来 就是你这一起做的 我不再以世间得利益 短期利益的方式 我是这一生就在奉行这件事情 你这一起的菩提心 你没有什么正一果二果 转凡成圣 但是刚讲 你的不退菩提心这件事情 你就是从菩提心这件事情 在展现不退 就是精进 勤修精进 你这一起光是做到这件事情 你就会很明确 我这一起的菩提心是在掌养的 你要有一点这样的消息 你要有一点这样的消息 我这一起就光是做到这五点 我的精进 勤修精进断称生灵明 更何况你勤修精进里面 是听经 不断的听经文法修念佛法门 不断的听经文法修禅定 你就把那些东西加进来 那你的勤修精进 内容就更坚强了 所以这个五世 发菩提心五世 你这一期你就扣住这个 你把它变成你这一期生命 我不求多 但我求扎实的有这件事情发生 那后面的五世也一样 跟前面的发菩提心有两件事情 他这两件事情他讲了十二个层次 就是讲义的第十四页到第十五页 那增上的过程 其实这为什么有这不同 十二个层面的发菩提心这样子来讲 是因为这过程当中 你不断去从事五件作为 才有那十二个层次不断一直出来 所以这个理跟事是互相增上 所以第十五页的这个五世 是指你缘起上 如实去观行你的菩提心了 这样懂吗 前面菩提心都在讲 你的理上应该这样想 理上看到那个现象 你应该这样发心 但是这个几个层次 几个面向的 富有二世富有二世 这个菩提心 这不同的这个增上 是来自于你发菩提心的过程 你有去执行 情境善有 随事教诲 断称会 神灵敏 而不断的去做这四件事 最后叫精勤 勤修精进 那这勤修精进就是 开始要往底下 所以这个第五个勤修精进 就以前面这个 这个一二三世的因缘 那不断的这样子 一个去观察 这五世 那这五世 那这五世在往底下 可以再立刻再增长 来定义 什么叫勤修 什么叫不断的扩张的精进 就是底下讲的 不见他过 那见他过应该怎么样 那得善法不生交曼 那见他人生善应该怎么样 那最后 那底下又开始再扩张你的五世的因缘 应该要在不以扫法为主 不以扫法为主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所以下面的五世精进 一样 他有上面的发心的那个 那个道理一样 他一层一层的去让你众因缘法里面 都有这样这个善的一个心念测动出来 那么向下文长 父在来日 回向 好 好